但是我覺得這個女生還是愛著這個男生 他現在是想要給金牛座有一點折磨 就這個只是前菜而已 開胃菜而已 明年老師給演藝圈一個字就是 明年要小心就是抹羊座的男生 他是在海外 然後在台灣大陸走紅的 過去隱藏什麼然後被爆開來這樣子 所以 老師認為你會是下一個要小心的對象 沒事不要來台灣 王立宏離婚事件被前妻李靜蕾核彈集爆料 而且幾乎每日一爆 終於在20號王立宏公開道歉 並將價值4億多的豪宅過戶給李靜蕾 李靜蕾表示不告了 這場離婚風暴看似畫下句點 但命理專家小夢老師卻有不同看法 就算王立宏他要退出 這是暫時淡出演藝圈 但是以我來看 因為王立宏是金牛座 對金牛座是土香星座 那金牛座的人他們遇到事情比較會說起來 尤其是土香星座 他們比較會怕 會有擔心受怕 但是牡羊座 因為剛好就是 牡羊座通常他們的戀愛功都是在獅子座 對所以獅子座的人呢 他們的那種 敢愛敢恨的那個程度很強 而且他們就是正義感十足 所以他不會這麼輕易就放過金牛座 所以以我來看 剛好金牛座他的十二功 就是金神功剛好就是牡羊座 那這顯示什麼 顯示是說 就是牡羊座會帶給金牛座 在精神上面就是會非常的恐懼 以至於我覺得接下來 我覺得這個只是前菜而已 開胃菜而已 我覺得之後應該還會有更多 其他的事情出現 但是我覺得這個女生還是愛著這個男生 所以我覺得他現在是想要給這個金牛座 有一點折磨 然後就是用這個折磨呢 來讓金牛座 認為說 你看你以前加註在我身上 我現在就是要 就是全部讓你感受一下 然後看看你會怎麼樣 而且 就算我今天得不到有沒有 別人跟你這麼一起 就是 那個人的風品 可能也會下降 也會不好 所以我有看到說 就是牡羊座的女生 是想要往這樣的方式發展 所以我就4月10號 會結束 明年度 木星剛好逆行在牡羊座 所以呢 會有很多不利於牡羊座的一些 就是運勢 對 所以明年牡羊座走不好的運 金牛座反而明年 運勢比較好一點 所以 如果這件事情再繼續吵下去的話 我覺得對牡羊座 會非常不利 那如果他要繼續的話 可能對 所以 李小姐 她我覺得會 會越來越多人會就說 不是我那種金牛座什麼都說 OK了嗎 都好 道歉 什麼都已經淡出退出了 那你為什麼還要跟警察局 明年呢 老師給 呃 演藝圈 一個字就是 爆 爆料的爆 就是引爆的爆 就是會有很多東西 都會爆炸開來 以前過去潛藏很久的東西 就突然之間炸開 或者是說 誰跟誰有不倫念 就會突然之間 就全部都被人家派出來 爆開來這樣子 那可能也因為 王立友這件事情 所以更多有一些小三 潛伏的人 他們也想說 尋求類似的方法 就是 而用這個方式 來整個模仿 所以我覺得明年的演藝圈 應該會都蠻精彩的 而且離婚機率都蠻高的 明年度 而且明年是虎年 中國人來說 虎年就是最兇的一年 所以就是說 會有比較口角啦 風波啦 這種問題會越來越明顯 都是通通都會在明年顯現出來 所以明年 做娛樂業的應該會很精彩 明年要小心就是 牡羊座的男生 尤其是藝人 因為明年最兇的行星 就是木星逆星 剛好落到牡羊座 所以牡羊男呢 一定要特別的小心 然後這個牡羊座的男生呢 如果他是在海外 海外籍的 然後在台灣大陸走紅 這樣的人 要特別的小心留意 也有可能會有這種 爆炸性的動作 或者是有什麼 他過去隱藏什麼 然後被爆開來 林俊傑他是牡羊男 所以我是覺得明年 他要蠻小心 我總覺得 已經有人開始在頂他了 所以你自己要小心直升 我覺得 開始可能有人在跟蹤你 所以 JJ老師認為 你會是下一個要小心的對象 所以 現在你可能 身邊已經有人開始在做 沒事 不要來台灣 好 要記得 老師給你的忠告 然後 第二個就是說 明年在牡羊座來講的話 因為冥王星這個行星有沒有 對 就是明年大概上半 就是第一季啦 天王星跟冥王星 會有 對分享在 摩羯座 所以 摩羯座的藝人 也要特別的小心 就是莫名其妙會被燒到 所以演藝圈也蠻多 摩羯座的藝人 尤其是男生 因為他是摩羯座 摩羯座 一定要趕快跟其他的人趕快斷開 這是如果說什麼桃花啦 或者是有什麼人 對你有說 曖昧的 全部都要斷開 斷開來 要不然小心 沾到一些 一些花邊新聞 摩羯座最怕就是那一種 自己認為 天王喜歡怕的 就是亂爆料啦 會有那種亂爆料這種事情 這是烏龍爆料